大家好,我是Travis,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这场排局 本期视频我们会看到Tom段开始频繁入池,打得顺风顺水 直到有一手牌与中国老板Peter正面碰撞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再次感谢支持 Mike hijack open,中间几个人跟住 但还是老套路 非常松的三脚挤压 Queen Go不同花 只有Peter盾四根了 翻白King high 通常是对翻牌前三脚的人非常有利益的排面 因为他会有所有的Ace King 而对手几乎没有Ace King 但是Dame并没有C败 不知道是不是针对Peter做的调整 比如他是不是觉得Peter在打check之后会打得非常透明 Peter check back 但独对手排了一封顶 下注转排 Peter跟住 和牌不是一张特别好Buff的牌 但本身看上去就没什么King X 第二张King再发出来 他有King的几率就更小了 所以Peter一些有他卖价值的牌就更愿意抓鸡了 但还是Buff了 9万到12万地吃 Peter想了一下跟住 抓到了 其实这里两方面因素对Dame都是不利的 一方面Dame本身形象就是Buff偏多 另一方面Peter也是不爱弃牌的 所以Dame在考虑Buff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他可以偷偷的适当的减少对Peter的Buff 更多的混入搏价值下注 直到他发现Peter开始对他过多的棋牌 再做新一轮的调整 紧接着下一个牌 Double Stradle 棋牌到了蛋 蛋加到1万6 Mike三五不动画居然跟住 神奇了 三五中了两对 还给了蛋顶对 蛋C bat Mike指示平跟 转排4-6成了顺子 蛋过牌 蛋下注半吃 蛋过牌跟住 底持到了10万 和牌蛋继续过牌 准备过牌跟住 摊牌 除非对手下注超池 Mike打了12万到10万的底持 蛋犹豫了 很多Mike范围里 中等强盾牌 都会直接摊牌了 这里他的下注 在代表一个 超过一个对子的牌里 注意这里是没有任何 前门花后门花听牌的 顺子听牌的话 4-6成了顺子 这里主要的问题就是 Mike有多高的频率 会把一些弱成牌 转成bluff 比如什么3-4-4-5-5-6 之类的牌 有多多 可能不是在河 在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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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在河中 看起來他想要打電話 Jib回到盤子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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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彈還是依靠自己直覺再次做了正確棋牌 下一手牌 Doran的Ace King Cut off Open Mike身後 A7方片300 Doran沒有400只是平跟 結果翻牌這個運氣 今天說實話 Mike中牌率確實高 而且Toran和Action Dan 這兩個bluff比較多的人 都坐在他右邊 這讓Mike目前打得很順利 三條七下注 Doran Ace King跟注 轉拍發出了Ace Mike下注三萬到五萬底吃 Doran以為自己穩贏了 但是實際勝率只有1%了 He's in a dark alley And at the end of that is Texas Mike With a full house Coming for your neck Rather inconsequential river Doran only Jack nine suited improved And a big bully bet Inbound Doran Doran 合牌Mike滿持 Doran Doran秒根 價值幾乎拿到最大 底持35萬美金 Doran夹注 A4擦花 Peter裝備平跟 想跟Doran交流一下 兩個人單挑 翻牌都還沒有打 過牌了 Peter什麼都沒有 Buff一枪 端X-high过牌显然不是要check forward 跟住 转牌Peter有了个卡顺 开第二枪 端起牌了 老板操作成功 下一手牌又是端 King Queen不动花 这回枪口open 还是Peter在他身后 想再来一次 反正有位置 随时准备操作端 Steve在大忙烂排也进来了 翻排端两高张 加上后门画和后门顺 C-high一枪 Peter抵对跟住 转排给了段 Queen high的童话听牌 同时如果Peter翻牌 跟住比较宽 因此童话听牌 站的比例没有那么高的话 这张四就没有帮助到Peter太多了 比如没有成两对 没有成顺子 所以对于段来说是不错的 继续开第二枪的牌 段第二枪 Peter起牌 接下来蛋拿到Ace King 面对前面Peter跟住 加到9000 独王拿到Ace Queen 要三卖吗 果然三卖到37000 但只是平跟了 Ace King对上Ace Queen 两个人8万的底持 翻牌段有两个卡顺 是个Double gutter 三卖三的下注 但有一个卡顺 还有个King黑桃的后门花 跟住 底持已经来到了14万7 段第二枪10万 这里对于全部12个组合的 Ace Queen不动花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有圈黑桃 或者Ace黑桃 对于段来说 是更倾向于下注的 红色区域更多 因为阻挡了对手的跟注 甚至加注的范围 比如Ace Queen King Queen Queen 10 A10 黑桃 甚至一些不同花的 Ace Queen King Queen 相比较起来 这里下注频率很低的 花色组合 主要是因为阻挡了 对手一些空气 垃圾 也就是气派范围 比如这里 任何不带黑桃的 Ace Queen不动花 都会阻挡对手 这部分蓝色的气派范围 具体看 例如 King Queen 红桃 方片和草花 到了Den 基本上是一个 可跟可不跟的 01V的选择 最后弃牌了 下一手牌 娱乐玩家 Steve Open 断身后平跟 Mike用A10 红桃再装喂三败 另外两个人全部跟住 四万底吃 翻牌 Den中了一个 非常隐蔽的两头顺听牌 Mike C by三分之一 Steve在身后还有端的情况下 最差的位置 非常松的一个跟住 这里如果是单挑底吃 这里他平跟和加住 其实都可以 因为有后门花 后门顺 如果他只是平跟的话 他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来赢得底吃的 比如转牌出 四张成顺的牌 他可以主动零打 来bluff 或者比如出七出九 他还可以走过牌 加住的路线 利用自己手上的 阻挡牌来bluff 但是三人吃 操作的空间 就小了很多 结果到了Den 干净利落地 加住了七万八 另外两个人都不得不起牌 打得非常漂亮 最后手牌 皮特枪口对十 Open四千 三个人身后跟住 翻牌每个人都有东西 皮特超对 C-back Steve最大的铜花听牌 跟住 独王中了名三条四 hook还有两头顺听牌 独王夹注开始造池 hook武器铺东花跑了 皮特顿时跟住 帝特顿时跟住 转排发给了皮特最大的葫芦 汤姆自己还不知道 现在他只有一个四条道次了 独王眼里这张牌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的危险 毕竟对手还有所有的抄队 Ace is a door goal 他继续打了7万 皮特平均埋伏 抵持到了28万 合牌 皮特继续过牌 可能会看到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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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端169,000 拿抄队价值 2-3-3-3-2-1-E-S-T S-T-2-1-E-S-T How much? Peter夹住回来了 夹到42万 独王表情看上去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夹住 他肯定知道自己大概率要输了 但是考虑到底池里太多钱了 而且自己只需要再跟25万 价格太好了 其实大家可以留心注意一下Peter这个line 大部分玩家这个line都是严重偏向价值 under bluff的 就是因为对手 也就是Tom Dunn从翻牌就夹住 到合牌连续三枪 展示了非常非常强的牌力 Peter这个位置上 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去考虑硬上 硬去 bluff了 同时Peter在没位置的情况下 连续跟住到达合牌的范围是非常窄的 一些普通的听牌 或者不是最大的听牌 都可能在转牌弃牌 更不用说一些随机的float 随机的空气 也都几乎是不存在的了 所以他用来bluff的牌也是非常有限 愿不愿意迎难而上 硬去bluff就更难说了 èn bun子 qui Americas 水车有路子 İyi这么种说 T TORptions 空气 虽然觉得 静虹 是一位最好的人做到最多的城堡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i feel like i'm for sure beat but i don't think i can fold dumb to fold it's like 600 or something k 620 or some shit 最后tom还是跟住了 我觉得还是不想在这么多人看的直播剧中 在这么好的价格面前被bluff掉 这牌打出了112万美金的底持 目前Peter是当场的最大赢家 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再次感谢观看 为了给大家及时带来这个牌局的战况 我也会在近期变为一周两到三次更新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来给我最大的支持 这个是不怎么会成功 联系尔炎是否真是神价杀的 creng出来的 和气量 我说得不得了